那麼… Winnie, 先別練習了 你這樣會吵著哥哥休息的 爸爸, 媽媽, 哥哥, 早晨 我加入了星樂班的精英組 遲些還打算去參加國際星樂歌劇比賽 香港區的選拔賽 你們會來支持我的吧? 對, 是星期一的下午 爸爸, 我知道你要開會 媽媽, 你要跟哥哥去聽部大學說 我明白了 對, 阿斯卡, 你哥哥沒事吧 為什麼他沒有來跟阿夏掌議會? 對, 阿斯卡是否有病發? 你別想太多了 可能是因為今天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高 好, 阿斯卡就要拿到家母外出來了 有關係嗎? 拜託你不要一直都弄不打白 今天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也不高 只要小童和長者要減少戶外活動 阿斯卡又不是小童和長者 不過他有病是要小心點的 到底阿斯卡有什麼事? 又是心臟病發? 心臟病發? 他最近都沒有來打球了 他不打球, 我也不知道怎麼打球 我之前算過 你們兄妹倆平均壽命也有85歲 這輩子你算了? 我也知道 這是香港人平均壽命 Windy, 阿斯卡究竟是否有事?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這是我哥哥的私隱 要不要這麼大反應?Wendy 我們打算關心阿斯卡 阿姐 就是, 阿斯卡究竟有沒有事? 他什麼時候再上學? 我很想念阿斯卡 阿斯卡… 你們是否只會關心阿斯卡而已? 你, 阿斯卡沒回覆你打不打球 你來問我 你, 阿斯卡的日常日期期 我是不會背負的 你問我, 我不會知道的 還有你, 你經常問阿斯卡喜歡什麼 阿爺, 我經常陪你逛街, 打遊戲, 吃飯 又不見你問我喜歡什麼? 其實我是沒必要去回答你這些事 現在他是天王巨星, 我是他助手 你們有沒有來過我的感受? 阿威, 你不如去找阿Mis Wong吧 阿威, 我覺得他一定會理解你的功誌 阿威 阿威, 我想找你聊聊天 明白, 最近有事發生? 我最近經常突然發脾氣 是對著Mis Mann, 對著同學 但我忍不住 那你知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每次聽到有人讚我哥哥 或者拿我跟他比較 我就會很不開心 明白 為什麼每件事都要以我哥哥為先? 沒有人比我 那你是不是覺得 那些人只是重視阿斯卡 沒有重視你? 在家裡, 爸爸媽媽是這樣 在學校 老師同學也是這樣 沒有比較, 就沒有障礙 我覺得 Windy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 總之什麼都是阿斯卡的妹妹 那就是你覺得核心問題 其實是你跟你哥哥的關係? 我也很疼愛我哥哥的 我也知道發脾氣是不對的 那不如我們儘量嘗試用非暴力交流 非暴力? 跟對方坦白 告訴對方你的感覺, 需要和請求 你有沒有嘗試跟你的父母聊聊? 什麼? 沒有 會不會考慮? 但是要怎麼開口? 慢慢說, 讓他們明白 但是你也要明白他們的感受和需要 他們都經常擔心我哥哥的病 其實Mis Wong也懷疑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要看著你哥哥 但是他們又真的是中男輕女 那你期待你的父母怎樣對待你? 我希望他們可以更公平 那你要告訴他們你的請求 讓他們知道你的真正感受 哦 還有, 兩兄妹如果有任何解體 會很辛苦的 所以你也要告訴阿斯卡你的感受 他們真的會明白嗎? 如果你不說的話, 他們一定會明白 但是我怕我送他給你了, 幫你撞個膽 翁春常珠? 他好像出名了 謝謝 謝謝 又是媽媽的訊息 肯定要約哥哥什麼? 妹妹 哥哥偷偷地上學 他在街上暈倒, 現在是不是就去醫院 好